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连通说是或者电影那个移动说是在高考场场面附近呢有着这个防干扰的你到那要接不到信号了之类的啊就是真是一个一个一个重要的日子啊那么重要的日子在在美国三十多年从来没记得有这么一个重要的日子的我不知道韩国呀日本是不是同样的反正在美国是没有的 我也特别怎么说呢就是感到幸运从来没有参加过高考我就考过小学升初中啊我以为我忧郁的成绩进了西安中学 后来发现我是这个左后门进去的就是因为鼻子大 那么初一没上完还没考试呢文化革命就开始了啊从那以后再没有考试过 到了美国去我上大学也没有进过考试我这是一般勤工俭学嘛就是一般打工啊一边开始上夜校啊后来上这个白天的课啊然后就一一步步积累啊那其实美国这方面它是比较灵活的啊你要是高中生要上大学 人家需要呃几方面的资料一个你在高中的成绩排名等等啊再一个有一个SAT啊SAT呢那个跟中国的高考类似但又是很不一样 它的SAT呢就相当于智力测验它是一个呃私人公司不是政府的它给这些呃应届呃呃这个呃呃高中生了给一个考试 但是你可以呃不断的去呃你花钱考啊你花钱去考然后还有还有那种专门的培训班啊呃培训你怎么去把这成绩搞好了啊所以呢这个呃这是一种商业模式 那么大学呢呃呃有的特别在乎你的SAT的成绩有的不在乎啊这个呃每个大学呢它是呃自主招生啊啊啊他自己决定呃这个挑选呃学生的条件应该是什么啊这里边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呃纯粹的资本主义的啊市场经济的啊所以呢大学呢要么是私人大学 啊是这个呃是这个呃有钱人办然后呢学费特别高啊或者是呃政府办的大学那是呃通通过税收呃呃支撑的 那么呃政府办的大学呢它名义上还得需要为这个公民啊就你州的这公民服务啊所以呢他还有一些呃必须要维持一些公正啊平等啊等等 私人大学呃呃呃完全不需要考虑这个啊啊人家人家选的呃呃标准呢呃呃就是到底是呃呃你能为我们这个学校将来的发展做出什么贡献 你比如说你是这个呃小布什啊你是布什家庭的那么你到我们学校来啊将来你呃毕业以后呢你能给我们需要捐多少钱啊呃呃所以他基本上招的都是有钱人的子弟啊那有钱人的子弟呢毕业以后呢呃会给这些过去的母校啊 啊啊每年要捐好多钱啊这都是一些私人大学的考虑的方案但是他也会考虑啊在老百姓里边有才华的人呢他也需要培养啊所以他也会出一些呃讲学金之类的像奥巴马就是这么上了大学的啊所以呃私立大学他没有义务啊保持什么公平啊公正啊平等啊那些都没有啊 啊人家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啊你管不着啊呃所以这是一个呃呃这个美国的这个呃招生的一个标准啊那呃招外国人呢那就摇钱树啊你愿意花钱啊那呃我们就呃给你呃招生啊这里边中国人也不是有有钱人到美国去想建那些高等学府啊那人家呃还有一个中介啊收了好多钱啊 啊那人家呃收买这个学校里边这个招生办的人哎呀那腐败也是挺厉害的啊所以这里边呢就是呃在在美国这种高等学府啊他还是按市场的规律啊他不是呃什么公平啊正义啊这方面呃就谈不上了所以到底你的这个成绩重要不重要取决于你是来自于社会底层的你还是有钱人啊 啊有钱人呢人家不在乎人家认为你这个呃有潜力啊你是有钱人你见识面大所以你有潜力将来你成为一个富豪呢你能给我们捐好多钱所以你的呃高中成绩啊呃就是不好呃我给你补补课都可以啊那是都是好说啊呃但是你要是从社会底层呃那么呃你要是成绩优秀呃那他 他也会收啊所以呃所有的考察这个出发点是从学校自己的力出发的从统治阶级怎么去培养自己的接班人的角度去出发的啊所以呃这跟呃中国这个办学校的就不一样啊所以SAT呢它是个商业模式嘛哎呀那呃呃好多人呃就为了能考上比较好的学校啊花大钱 去搞培训啊但是一般来讲啊这个SAT这个机构啊出题的这个水平还是挺厉害的因为基本上呃呃你你进这些机构多啊花好多钱培训最后啊也只不过能提高个分能提高十分左右啊就是非常呃少啊所以因为人家呃出这个SAT这个机构出题呃 就是要真正的考虑考察你的能力的啊你在中学的学的东西啊呃一些社会知识啊人家考你数学考你语文考你呃其他东西如果你要是能通过培训班呃能把它成绩大幅度提高那学校的认为你这SAT本身是没价值的哈哈这里边就是这么一个规律就说你你你你SAT能被骗了呃能能能有 呃呃觉决赵能上去的话那你炙伏的成绩就没有价值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呃呃就是摩高于齿道高于降这么一个不易的关系啊啊那我所以呢我就没有从来没有考过SAT呵呵但是呢我要上研究生的时候哎人家要DRE啊啊啊 harder job teste呃嗯啊然后呢GRE呢呃我得考 结果我考了 对我考了一个数学的 一个经济的 一个普通的叫Jenro 然后有一个专门是经济的 然后那个Rudgers 招我的时候呢 他看了说我那个GRE 普通那个成绩不高 但是我的经济那个成绩特别高 人家就招我了 因为GRE你想想 英语是第二语言 所以人家知道你的英语是第二语言 所以人家不太在乎 你这个阅读能力啊 这方面差一点 但是呢经济上特别 这个特别好 人家就招我了 经济上为什么好呢 因为我冲起来 就是我一直对经济感兴趣嘛 从毛泽时代 学马列的这个政治经济学院 然后到这个 本科生也是学经济 所以这个 他那些问那些经济上的东西呢 那就是因为你喜欢嘛 你喜欢 所以这不是背的 不是靠背呀 靠这个哎呀 背字典呀 或者刷题 你想通过刷题 去成绩好 那说明这提出的不好 因为真正提出的好的 靠刷题是不管用的 不管用的 因为这里边他要考虑的是你的这个 你的分析能力 你的判断能力 所以我看现在好多人高考呢 就是靠刷题 哎呀 这个刷题能上去 就说明这个提出的有问题 真的 所以这也是对 现在中国这种高考 这个成绩的 一种评价吧 就是说 靠刷题 你能打高分的 说明的提出的有问题 这是一个本质 因为他不是考虑你分析 判断这个问题的能力 他是刷你的记忆 所以这是一个 一个有意思的这个对比吧 那么在我自己上 这个美国的学校呢 当然是勤勤俭学了 所以跟好多其他的学生的 就很不一样 这里边就是一个 你学习的目的是什么 我以前也说过 就是说 认为教育改变人生 这个呢 观点是比较淡薄的 不是说没有 大部分人呢 知道你没有个教育 你找不到一个 合理的工作 但是想超越你的父母辈 超越你自己的经济地位 那个是一个设想 因为基本上 你能上什么学校 最主要的是决定于 你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 你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 那你上这个高等 好的高等学校的概率 大大的大于 你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里边 因为学费太高了 就像我上TEMP的 那肯定是费成一般老百姓的 那是费成老百姓 能上得起的 就是TEMP 你要是更有钱 你上U-Pay 对吧 宾大 那么更有钱 你上临近的那个什么Prinston 所以这里边 你经济地位 决定的你上什么学 所以很少有 反正我很少见人认为自己 通过教育能改变人生的 卷得最厉害的 在美国我知道的 卷得最厉害的 是学医的和学法律的 因为这个学法律和学医的 他对毕业人的人数限制非常严 这是这个律师们 勾结到一起 搞垄断 律师们限定 这一年能有多少人 能获得律师执照 所以他限定了总的人数 那你就只好卷 那个学医也是 学医的医学里边 他这也是有这个垄断 他认为一年只允许多少人 获得这个医师的这个执照 那么这一限定呢 那就肯定卷了 其他这个科目的 所有的其他的这个大学毕业的 研究生毕业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呢 他就不需要卷 卷的最厉害的就是限制名额的 因为那比这个国内的高考还厉害 那真是 因为这个一个方面的学医和学法律 他的这个学费是非常高的 这些人的毕业以后呢 就拼命啊 那工作时间也是非常长 那学法律是在公司里边 是在那个这个法律事务所 那是每天每日的 那就是真是学医也是 除非你最后成大老板了 那大老板呢 就消自在了 那两码事啊 所以这是我知道在美国内 这个在这方面跟高考有关系的 那么 这里边呢 我觉得一个对比啊 在我就观察 美国的教育和中国的教育 有个特别大的差别啊 这里边就是呢 我就发现 我们现在的教育方针呢 它不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它不是培养这些 因为真正你看 有权有势的人呢 子女啊 现在也不参加高考了 改革他刚开始的时候 恢复高考 那么精英的子弟全通过高考上去了 那慢慢扩招以后呢 就卷得就厉害了 因为大家都认为 教育能改变人生 结果一卷起来呢 精英的子女呢 就有的时候竞争不过 普通老百姓 那怎么办呢 他就不卷了 他就不跟你玩了 他就到国外去 人有钱嘛 到国外上大学 后来光上大学不行 人家开始从高中 就开始到国外去上去了 所以呢 中国的这个 他的这种划分呢 就变成了跟美国都不一样 美国就是从你经济地位 决定你能上什么样的学校 那么中国呢 就是你经济地位 不能把自己的孩子 送到国外去上学 那么你就跟着其他一块卷 就要考北大 考清华 考这些高等学府 那就是考卷 所以呢 结果呢 这种考试制度呢 不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他就是 考的你呀 就是你的记忆呀 你刷题呀 你刷题刷的够了 你的记忆好 然后呢 考试那天 你的状况好 你看导致什么情况呢 比较早期吧 80年代90年代 我们这个教育方针呢 把那种调皮捣蛋的 不听话的 像马云这种人刷下去 然后把那些会考试的 听话的 特别会刷题的 培养成马云的雇员 所以我们不是培养 独立思考的人 我就发现我的学生里边也是 好多人呢 他是考的好的是什么呀 他一个是记忆好 再一个呢 他呢就是猜老师会出什么题 他猜得准 那他就考的好 他所以老师这个 整个就变成一个博弈的关系 不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 都是标准答案 所以这种应试教育呢 害人不浅 现在也说了好多 要改变这种应试教育 但是制度上的东西 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所以这里边问题还是很多 那么 现在这个 高考生考完了以后呢 下一步就要想想 自己将来考什么专业 哎呦 我就发现太多的人呢 他不是从自己的爱好 不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 而是看什么时髦 或者父母为自己选到底选什么 或者学校老师告诉他 选什么专业好 然后呢就权衡自己的成绩 然后看哪一个更好 所以第一志愿第二志愿什么 哎呀真是一个特别复杂的这么一个过程 哎 这里边呢 就说明啊 就是参与这种高考 然后要选志愿的 他基本上都不是 有钱有势的人 有钱有势的子女呢 不参与这些东西 人家早安排好了 不操着心 不操着心 所以呢 这就是一些所谓中等阶级的焦虑 你要真正是农村来的 这个社会底层来的 你连这个上这些好的教育资源都比较难 你上的小学 你上的中学 那个师资就差点近 所以你的成绩很难 跟人家有良好的教育资源的那些子弟拼搏 所以现在很明显的是一点 就是所谓中产吧 就是比农民工要高 但是比有钱有势的还差 这中等的这个这一层人呢 特别担忧自己的孩子将来是什么 太多的父母啊 把自己的愿望 自己的期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而不是鼓励孩子 这个去挖掘自己感兴趣的是什么 大家也有 我问过好多学生 我们需要的好多学生 我可以说 我的印象里啊 没有一个真正统计啊 我的印象里边 少数啊 10% 20% 选择的这个进入学校 学的专业 是自己的爱好 绝大多数啊 都是要么是父母给他安排起来的 要么是当时 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 头脑发热啊 然后呢 要么辅导员告诉他什么 要么自己同学们认为什么热门啊 自己报了这个志愿 哎呦 好多家长 问我 孩子应该上什么 我说 你问问孩子 他对什么感兴趣啊 真是 哎呀 人们 太多的家长 干涉 真的 干涉孩子 到底 该学什么东西 你让孩子自己去选择嘛 你让孩子自己选择 他大学 他应该是一个探索啊 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特长 这两个怎么结合到一起 有些东西你有特长没兴趣 有东西你有兴趣没特长 所以呢 最好一个是选择一个自己既有兴趣又有特长的 所以学校的目的是应该启发你的兴趣挖掘你的特长 你离开这两点 那学校是浪费人才 哎 好多人花了好几年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 因为在中国你你改变你的专业太难了 学校设各种各样的这个限制 因为整个的学校的制度呢 是利益集团啊 他不是从学生考虑的 而是从自己的势力范围 你看学校之间竞争啊 竞争这个教育经费 竞争这个学这个学生资源 然后呢 学院里学校里边呢 不同这个学院之间啊 竞争啊 都是一种竞争的关系 然后呢 他们都考虑是怎么对我这个学院 对我这个系好啊 怎么好呢 就是来的学生多啊 他不是考虑这个怎么样对学生好 不是不是从学生考虑的 哎呀 所以你要真正从学生考虑 那学生要转行业应该太容易了 转校也应该容易啊 不是特别难 所以这个也是跟美国的一个大的差别 我不敢说欧洲 我不敢说日本其他的国家 反正美国那转校啊 那转系 那挺容易的 特别容易 那你你只要符合条件就行 啊 为什么在美国是这样子呢 中国不是这样子呢 那就因为美国 他是完全市场化的 完全市场化的 所以你你你你 你服从市场的规律 啊 那中国呢 他是一个官本位的 啊 官本位呢 官员决定啊 该怎么搞教育 他不是从学生的需要出发 啊 再加上你想想 在美国 那学生是花钱的啊 有钱人的钱特别贵 那当然人家 人家花钱 人家就要选择啊 那中国呢 这个学费呢 是越好的学校 学费越便宜啊 所以人家是给你好多奖学金 实际上 你想 呃 你的你的学费 其实连 好像百分之十的 学校的经费 都达不到啊 这教育部啊 给你一些好的学校 拨了大量的拨款 啊 所以呢 人家拨款 给你搞教育 那你就没有那么多选择权啊 所以在美国 他为什么选择权呢 因为人家花好多钱 有钱人的家庭啊 人家就要选 自己喜欢的啊 你看 所以不是说 呃 这个呃 美国的教育 他就是好 他是市场啊 啊市场 说来说去 还是谁有钱 谁的话语权大 对吧 钱多 话语权大 所以你作为一个呃 出钱办教育的 你就有话语权 你你是花钱上学的 你就有话语权 还是资本主义的规律啊 谁的钱多啊 谁的话语权大 但是毕竟我觉得学生呢 还是应该更多的考虑 自己的兴趣到底是什么啊 自己的特长是什么 而且有些东西啊 你现在看起来是热门的 但是你等你毕业的时候 可怕就不是热门了啊 所以还是呃 而且你想想 你要是选一个你自己不感兴趣的 你一辈子其实不幸福啊 你要选一个自己感兴趣的 哪怕收入少 在今天真的 今天很少有人是鸡寒交迫啊 那么你只不过是挣钱不如人家多 但是你从事自己喜欢的 那本身就是一种回报啊 所以我觉得最好最好的 还是应该把个人的爱好和人民的需要结合到一起 啊人民的需要是什么呢 就是考虑不光是自己的考虑整个社会 人类人类的前途 对吧 你说怎么去把自己的命运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打工人的命运结合到一起 所以呢 这里边呢 就把自己的爱好啊 和这个将来对社会的影响等等啊 当然有民族主义的那种思路啊 有这个经营主义的思路啊 然后呢 有这个各种的 但是呃 从马列毛主义来讲 那么你说 我就我学了这个将来对人民有什么好处啊 所以这里边呢 呃 我觉得呃是需要呃 年轻人要要花点功夫想一想的啊 所以呃 起码你得学自己感兴趣的吧 啊 多了咱也不好说 好吧